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您鞋子脱下来 我们先看 这是受了很多罪 最后他们又跟我说 又把我整个刮了以后 把以前受伤的筋刮开 刮了以后 就全部都疼 完了烤店 又哭高药 叫我肿了 就烂了 哎呀受费呢 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 两个脚都是这样 这个脚不得劲 就用这个脚齿裂 把它这个脚又全部都歪 两只脚就来回去这样弄 所以你痛到哪里 现在脚还痛哪里 这个腿已经到这 整个痛到这里来的 现在我坐着 昨天上课都受不了 这两条腿都长了 从哪里开始痛 那就从这往下 从这都开始往下 从这里一直往下 这个腿就是 从这几年了就是 夏天不能铺席子 就是碰着就跟针扎一样 好 那现在这个痛到哪里 脚踝哪里 这两边都疼 这两边都疼 脚踝内外侧都疼 大腿这里也疼 上面臀部会不会疼 上面都没有 就是从腿开始疼 最难受的就是1.2往上走 这里 好 那这个也让他折磨很久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不能唱高跟鞋 是 所以他讲的经验 我说很多人 我记得我在台北 一直有一个 我说讲课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乳癌 手肿的患者 那手肿他就是 原先给一个推拿师 他就有听过我的课 他推一推 他就开几个开关 他推一推之后 他就在肿的地方 要帮他按 那患者就问他 张医师说不是可以吗 张医师说的不算 他说我要突破张医师的 结果他帮他一按 结果肿的更大 所以那时候上课 他来听的时候 就告诉我这一件事 我听得好难过 我说那你不是听过我的课 他说对啊 但是他要按啊 我只好听他的啊 因为他是推拿师啊 所以按了就肿 结果肿的搞到 这一次过年回去 他才完全好 所以这样的经验 我经过无数 所以我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进去 哪里感觉痛 哪里就不能按推 那你看喔 他刚刚又在讲这种故事 自己的财亡 我們按完以后刮烂 又开始烤 烤进又烤烂了 又没有高瘟 高瘟又过敏 哎呦我疼了 所以都在影子上这样做了这样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 这样的折磨 对他的病有没有好转 完全没有 所以你们不要再找这种答案了 太痛苦了 这样再搞十年二十年 也是这样一样不会好 所以这是唯一的禁忌 但是外面都是哪里痛贴膏药 果皮膏药在哪里的 全部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观念一不转 你说药部有多好 原来都贴到影子去 发明了这些药部也没有用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是子弹再厉害 结果都往影子打 那有什么用 所以打不动中心点就没有用 所以这样的患者太多了 我们在台湾也看到 所以十几年大有人在 那这个唯一的答案屁股 唯一答案 你只要没有碰到他屁股 他就是不会改善 那两腿这一腿呢 这腿是这一点 崴住这了 已经到这里来了 这全都肿了吗 所以这里也疼 这个脚不得劲吗 就崴这个脚 好 我们来研究他的腿 越来越有趣 来您坐着 您说已经痛到竹背这里了 是不是 从哪里开始痛 这里 你说 这里一直一路疼 疼到 这几年就这一点疼 这里也疼了 好 我们说这一牵对不对 才是我们管 这一下去我们管吗 不管 不管了 但是我揉臀部 他这里会不会比较好 对 你们怎么知道 刚讲了 蛤 因为我揉臀部的时候 他怀骨这里会松掉 松掉的时候 间接这里会松掉 所以臀部对这里的开关 叫做什么 间接的 所以叫做小开关 所以我说全身有很多小开关 针灸都是找到小开关极多 这样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我会称屁股对这里 叫做舒服点 不是治疗点 他真正的治疗点就在这里 这样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你们现在对大小开关 知道我的意思了 所以间接的都不算数 我间接的 所以我不要间接的开关 我要直接大开关 这样才能够真正治大病 所以为了找大开关 我找了那么多年 五六年还在不断修正 就是要找出最有效的 那最有效 以后遇到重大疾病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用 不要我的部队 又有老人又有小孩 又有年轻的 这样怎么打赢仗 我反而会挑撞钉 那老人小孩都不要用 这样就能够怎么样 部队轻盈一点 那力量会大一点 会集中力量 也不会被其他人拖累 那这也是一样 他现在是已经这一脚反而痛到连脚踝都伤到了 这一条也十多年了 这个十多年 这个可能有三四年 三四年 这个厉害 他叫我给这拉开什么 把韧带重新整 我就一直坚持没有去做这个手术 还好 要不然又开到影子去 就可怜了 不过想来十几年也算历史悠久 我常常说十几年如果好好修都修成正果 好我们踏着吧 我们来坐 两腿都有嘛 那你忍着吧 右边也痛 右边重一点 这个一定很痛 你平常也念什么 那就开始念 一边念我一边揉 你念你的我揉我的 就这样约定 不念我就不揉 快要念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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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影痛吗 这里不太痛 这里痛吗 那可以唸 會自習是嗎 會自習是嗎 呼吸困難是不是 有嗎 是喔 那我先讓你呼吸一下 這裡也疼是吧 這裡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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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疼對不對 好 那我先幫你這裡解決 記得我留這裡 他說呼吸快困難了 你不要說等一下 當我這裡完成了 萬一他停了你怎麼辦 急著先置 那這個就可以討論到我們陰針 陰針有些人為什麼一扎針就會暈的原理 很多人搞不清楚陰針 很多醫師也解釋不清 我在跟醫師公會演講的時候 一談到陰針他們都講不清楚 他們也可能說所有的陰針 都是氣虛的人比較容易陰針 人虛的時候比較陰針 那比較容易陰針為什麼那麼多人 大多數很虛的人還是不陰呢 你懂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他會陰針不外有幾個症狀 有些會頭陰 有些會呼吸困難 甚至要急救的也有遇到過 那頭陰有些人會嘔吐 這都是最常見的 那為什麼我們扎手他會陰針呢 原來他有些人頭部原始點已經奔緊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當他頭部原始點奔緊的時候 你再一扎他痛全身筋就會奔緊對不對 那他原來的筋原來已經有了 陰已經在了然後加上助言 針就是助言 那這樣陰嚴是不是又成熟了 所以才有果報現前 症狀就出現了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扎了他會有嘔吐 那代表什麼 他未對過來這裡的筋原來就是奔緊的 那你扎手或扎腳 他突然間跟你講我快嘔吐了 那是什麼回事 因為痛情深的筋一奔緊 那這個地方就會進一步奔緊 失去平衡就想嘔吐 呼吸急促也是同樣原因 那你看如果沒有這一套 針灸他怎麼講都講不清楚 他們覺得陰針都是虛 但虛絕大部分人都不陰針啊 沒有症狀為什麼只有少部分 這些人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他陰針 原來都是經商在前 那針只是一個言 那同樣我揉他這裡 他說他快呼吸不順暢 我也遇過啊 我在亞特南大 就是一個頭快昏倒的人 那我幫他揉頭的時候 他說不行我快呼吸停止了 這時候我趕緊讓他呼吸 這裡胸椎再把他揉完 我再揉頭部 所以最後整個情況就圓滿了 那這個也是一樣 他經商在前 不是因為我揉頭部 揉到他胸椎出問題 不是啊 是原來他就有問題 那我只是把他的 就有的症狀再處理一遍 那表示他剛剛說呼吸快停止了 表示他怎麼樣 胸椎這裡原來就有問題 你平常會不會胸悶啊 你看有聽到喔 所以我沒有淹網他 那這樣解釋你完全能夠理解 那如果沒有這一套 我說醫學絕對講不清楚 針灸講 我找了很多資料 都講不清不楚的 我也蠻難過的 我說中醫真的就只有這樣嗎 真的你們不幸看看 就有的資料一系列看下來 就是沒有人講的那麼透徹 那陰針也沒辦法 有些醫師一扎到陰針 快呼吸喘了急促了 反而送到西醫院 中醫有台灣就有 那有些更不幸的 嚴重起來的時候 送過去剛好呼吸也救不起來 因為他們看嚴重的時候 又壓心臟 不是壓這裡耶 那壓前面又進一步讓他衰解 有些是這樣急救救死的 我們台灣有遇過 這樣會產生醫療糾紛 那為什麼 因為中醫的針灸陰針 就叫人家喝一個熱開水 躺下來 這個可以 輕微的症狀有效 嚴重的奔緊 嚴重啊 就像心肌突然間停止了 你這樣是沒有效的喔 一停止了呼吸急促 你除非你有急救的方法 要不然你會方張啊 你這樣一針他就呼吸停止 那我還能渣嗎 就開始猶疑 不行了就趕快送醫院 醫院又開始心肺腹疏處 一連串的錯誤下來 這病人就 本來你要救他 反而搞死了 所以陰針 你一定要徹底了解 但是我說 中醫界沒有這樣的書 也不可能有人了解 除非有原始點 所以你們現在知道了 你又要讀醫書 第一本 千萬要先讀原始點開始 要不然所有的書 絕對不可能讀通的 我這幾年來的經驗是這樣 因為我自己 行醫二十幾年 該讀的中醫書 我相信都讀過 該讀的啦 一些比較基本的 那該做的 不該做的我也做 不要說該做 不該做 現在我還看很多影子 不能做的 我也做了 我也跟 其實跟別的醫師 沒有比較高明 我也曾經人家頭痛 我也扎頭啊 百分一些什麼 太陽線 我都搞過啊 所以 我自己也覺得 我是顛倒這樣 一路顛顛倒倒過來 所以你們今天來 算不用走我那個 彎彎曲曲的路 直接進來 那我們先來幫他的 熊悶解決一下 他這裡確實有問題 你看這個都是他的痛點 你這個應該也蠻久了 嗯 我暈得 我家都能抓回來 是喔 各位啊 如果上胸椎痛點這麼痛 你們就要小心 會不會哪一天大停電 這個一定要小心 所以這些都是訊號 去年差一點 你去年差一點什麼 不見了 是嗎 真的喔 他那個疊了 我上面的事兒 就是那個 照射的掙扎頭 所以說啊 這個就有可能 所以我說心肌梗塞 不會圖南間的 不可能 你平常一定有一些訊號 會出來 所以如果你們保健 一定要先把這裡 如果這裡痛還沒關係 不會立即死人 這裡痛會 這裡 上胸椎會 所以這個就是經驗 我說學這個一定要學 好 那我們再繼續的 可以了吧 呼吸有沒有比較好 好多了 心不慌問 心不慌問 好 那我們繼續我們的工作 那你繼續念佛啦 好 好 我現在剛死幫你紓緩他 好 怎麼樣 頭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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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撈撈我 我先把你的腳 因為趕不完 來 您先起來 你先除了一隻腿 我們看看兩腿有什麼區別 這邊腿沒那麼貼了 這裡腿好了是不是 對 這個腿沒那麼貼 左腿呢 左腿 左腿 這個腿又糊了 這個腿梳多了 是 這個腿還緊 還緊 是 這一腿我留一腿給他們用 好不好 因為明天就要用了 明天留給他們用 好好好 這樣好 是 這腿 那些腿